在此同時2024總統大選 在野陣營人選能否整合呢 有誰來整合 備受關注 前立委邱毅就透露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非常樂意擔任這個人選 促成在野三人整合成為一組 民眾黨柯文哲抱持正面態度 他說韓國瑜豪放又隨和 而郭台銘也表示 樂見韓國瑜扮演促成整合成功的角色 過去選總統 從來沒有一次像這一次 會讓人民焦慮 強調2024選舉很重要 柯文哲周日到彰化舉辦選擇 知友會大造勢 但想登上寶座 目前的選擇恐怕還是得在野整合 前立委邱毅爆料 9月8號晚上和前高雄市新聞局長王淺秋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一起吃飯 幾杯黃湯下肚 韓國瑜表達樂意當在野三個人的統哭 促成一組候選人 也希望得到朱立倫支持 大家坐下來聊一聊談一談 韓國瑜現在是無關一身輕嘛 而且他這個還蠻豪放的 也很隨和 本來就很認識了 我會團結所有的力量 讓我們的力量發揮到最大 出來扮演一個能夠促成整合成功的角色 這點我是樂見齊成 三人心中的整合各自有前進方向 周日藍白忙造勢 郭董也不只逛夜市 現身球場TU18中華隊加油 但自己民調店底該怎麼救 然後接夜市從進場半個鐘頭走不到20公尺 昨天就只有逛了五分之一 大家支持我的合照的 我昨天照相就照了一個多鐘頭 這些東西是真正的主流民意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選民得支持才有談整合的能力 記者綜合報導